那就极有可能 柯文哲既在消费国谈民 也同时在消费国民党 他要把大家的物光往上内心 你来到重庆台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柯文哲 终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跨越 这个跨越是他跨出了郭台铭 而直接对国民党的党装喊话 他说是未来的一两个月里面 应该蓝白河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 这所谓的蓝白河就是 不要民众党跟国民党各出一组人来选大卫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柯文哲他在大卫参选的过程里面 他做了两个关键的小动作 我说小动作其实不算太小 但是还真的不太大 但是整个在登记过程里面可就民主重要 第一个是他没有真的去找副手 从没有找副手这件事我们就看出 柯文哲极有可能是放着到底是在准备和国民党合作 或者是放着到底需要和郭台铭合作 这个动作让大家不断的背心猜疑 而今看起来他是放弃的要与郭台铭合作 而是准备扭头来和国民党合作 只是会不会成真呢 我们再来看他第二个所谓的关键动作 他第二个关键动作是 他时不时的就把郭台铭 想把民众党给买下来这个事情 给拿出来说事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既然这么说就表示 他是不想卖民众党 也不想让郭台铭把钱的力量 升到民众党来 所以他等同于是在消费国台 这样一来我们大概就听明白了 这两个关键的动作不大不小 看起来也不费什么力 可是他却至为关键 那就是说在整个大选之中呢 他完完全全有可能 而且保持这种开放态度 要与国民党来合作 可是兵不厌诈 柯文哲他在过去选市场过程里面 已经好几次死炸 让国民党真正的参选人呢 真的是不小心摘了个根的 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一个事情 有没有可能跟过去的八年里 有相似度呢 还真的有可能 因为柯文哲也一样说过 民众党已经提名他了 他不可能不选 这话也是他说的 然后呢 他也和郭泰民 还真的在金门首线的时候 还讲了金门的和平宣言 如此一来 等于说左面的话 右面的话 前面的话 后面的话 郭泰民说了 柯文哲也说了 这两个人呢 是各种可能 争取媒体眼光的话都说了 那就极有可能 柯文哲既在消费郭泰民 也同时在消费国民党 他要把大家的目光往他那里吸 所以我们现在不排除一种可能 那就是柯文哲讲这个话呢 是要把国民党的票 更多一些吸到他的身上 那此话再讲 因为柯文哲知道 他如果真要当选 他必须吸收国民党的票 那他就必须摆出 愿意跟国民党合作的样子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既要跟国民党合作 那么蓝营的选民呢 就会对他寄予厚望 所以他目前所运用的这个 是诱惑国民党 来消费国民党的手段 但大家总是会期待 两个人如果能整合该有多好 那么获胜的几率就会很高 偏偏啊柯文哲的想法 应该不只是获胜 而是让他自己完全获胜 这个意思是 国民党向来与其他的小党合作的时候呢 不但啊 是不会放下身段 通常啊 顶多释放一点点小利益 这一点对于民众来说 是肯定不够的 在一个重要的事项是讲 目前的国民党是给不出任何的经费 也给不出任何的钱呢 也就是说两者正要合作 民众党又要有好处 这何起困难 所以两边的谈判手码呢 我认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倒是柯文哲用国民党来说事 来消费 而且暗示大家会有个结果 事实上他并没有说一定是好的结果 不是吗 所以这种说法 还是属于是吸引媒体 占据媒体版面的一种说法 同时也吸引所有的选民啊 在投票的时候 对他多一些关注 而且让他感觉上 他的形象更为中立 可以吸蓝银的票 也可以吸绿银的票 这才是柯文哲 所真的想要表达 而且想要获得的结果 感谢你的收看